三合运 大家好,我是真一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呢? 就是谈谈2017年12生效下半年陌世 好,今天讲到的最后一个生效 属猪的朋友 属猪的朋友呢 今年有什么状况吗? 有的,因为呢 你三合运隔到什么? 两个农历六月 还有什么属兔子的太岁正宠 太老未三合啦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很多的一些 等一下出太阳 等一下来个乌云 等一下又有一些事情 等一下又好像 就真的在今年上半年 你的心情哦 农历六月之前 哇 财也不顺 工作也好像可以的 然后呢 没有办法呢 好好地在职场上面花卉 你会觉得很累哦 今年呢 有什么运势呢 你有易马心 有孤城心 还有上门天窟报尾 我告诉你 一颗好的心 四颗不好的心 你想想看 就合到你的太岁 你看那太岁正宠的是兔子的 所以你怎么会运气好呢 今年下半年 可不可以脾气再来 拨云见日呢 当然呢 我们要存着一个很大很大 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 只是万一你的家人的生肖 也是属兔又是属羊的 哇 你在上半年真的痛苦哦 有点那种窒息的感觉 没有办法翻身的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 怎么都是踩到地雷啦 头爆炸 没有办法啦 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会有一点那种肩膀痠痛啦 腰痠背痛啦 还有头痛啦 睡不着啦 这些问题产生啦 因为会有忧郁症 压抑症的感觉出现了 那看看医生吧 好不好 今年总是有些像上门 上门跟天窟 哎呀每天都相孤欸 相哭欸 好累哦 好我们来讲讲呢 这个民国四十八年出生的朋友们 属租的 还有一百零八年 还没到了 今年一百零六年啦 好没有关系 那四十八年次的朋友 今年一马心动 但是你本命是文曲记耶 所以你今年在签约上面要特别注意哦 还有合约总是不顺 如果你想拓展业务 对不起 或者是拓展店面 做老板的 今年不要吧 好不好 你就好好的乖乖的 把这个城池固守好 原来的 你不收掉都不错了 真的 我觉得你要小心啦 你不要想说我要拓展版图 你的版图会缩小啦 如果真的不好的 就干脆缩小一点 不是拓展版图的时机点 再给你的建议 就是说你要特别注意 还有呢 今年呢 要坚守岗位 不宜大变动哦 那也不宜呢 一意孤行 因为今年有孤成心 你不要以为说 我做好的计划 就可以付诸实现 对不起 你的实现呢 是让你破大财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要呢 小心呢 掉入孤军奋战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 就会有孤军奋战的现况 那就是说 好像没有人在帮你 你很烦耶 然后你看哦 老板要你外出去工作 你也是一个人去孤军奋战 然后呢 要你出差 团队没有人帮你 你就觉得陷入孤城 这孤城很痛苦哦 所以呢 没有办法飞越那个红沟哦 总是那个沟特别的深 你好像要掉进去的感觉 插那一步呢 就跳不过去的感觉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样跨越这个红工呢 就是要奋力一搏 好不好 就是别人是用八个小时 你可能要多花两个小时 别人下班呢 你赶快把工作做好吧 那时候清静一点啦 或者把一些职场上 还没做好的工作呢 在自己的家里的电脑 所以做吧 好吧 计划也是一样 计划在下半年呢 应该说农历七月过后 开始会有一些转运期 那农历八月是文昌 但是又是太税 很烦耶 九月又不好 好那你怎么办呢 好 农历 但是如果你是春天生的人 会比较好一点 下半年运势比较好 如果你是冬天生的人 下半年运势还是哦 腹背受敌的感觉 就是有点压力 压力区块越来越大的感觉 没有关系 那我们讲还是要 呃 面对它 是不是 面对这个挑战 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哦 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困境 你还是要面对这些挑战 你如果不敢勇敢的面对挑战呢 你永远都会困在 陷在那种困境当中 是不是 我相信呢 呃 职位越高人呢 挑战会越多 对不对 哦 那就是今年呢 别人花八个小时 你花十个小时 工作吧 好不好 辛苦了哦 但是也没办法了 哦 接着下来呢 你的财运 有没有吉星造林 没有 没有吉星造林的状况之下 怎么样 农历六月哦 你觉得花卉特别多啦 没办法 那就是稍微保守一点 好不好 呃 衣服可以不要买 哦 那吃饭呢 在家吃 呃 如果你要吃餐馆 偶尔维吃吧 好不好 因为你钱总是觉得不够用 哦 在今年来讲的话 刷卡总是刷过度 哦 我刚才讲过了 尤其是六十年次的朋友 一样啊 六十年次的朋友是刷卡刷过度的现象 哦 那怎么办呢 那就说代表说 你在今年的钱财理财上面要谨慎 不要投机 没有偏财运哦 正财能守得住就阿弥陀佛了 哦 这样知道吗 万一你家人又是属兔的 或者你的先生太太又是属兔的 你们两个经常会吵架 为了钱争吵呢 烦死了啦 真的 哎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啊 没办法哦 那争吵呢 老是为了钱 哦 孩子的费用也多啦 要不然家人生病啦 哎呦 去就去死哦 真的 啊 东挪西戒啦 然后呢 要跟老板借钱 老板说今年财运不好 所以也没钱借你呢 哎 那今天只有产自行农 但是下半年呢 慢慢的可以转运啦 哦 那就是说农历七月过后呢 这个月呢 你要加钱脚步的改变你自己的心态 好吧 那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存在了哦 好下半年呢就是要怎么样 我刚才讲了 不要去太多的花卉 好不好 很多钱要省下来 哦 就是这样子咯 就是要省钱才是王道了 还有开园啊 还有开园跟节流 好 如果是七十二年 试的哦 那这些朋友怎么办呢 桃花特别烂啦 嗯 桃花特别烂烦死了 已婚有天窟跟孤沉啦 天窟是什么 两个人常争吵啦 哦 那天窟就要想哭啦 每天都想哭啦 哦 眼泪往肚里流啦 啊孤沉是什么 好 两个人分房睡啦 草道分房睡 一个睡客厅 一个睡房间 就有这种情况啦 那你今年怎么可能找到好桃花呢 很难的 哦 那 左碰一个烂桃花 右碰一个烂桃花 哦 尤其是网路那些哦 什么正妹 其实就是恐龙妹啦 好不好 慢笑笑 啊 没有看到本人都不算数 哦 好不好 如果是有人要介绍还好一点啦 哦 那今年多参加喜庆宴会呢 可能还会找到一些 不错的异性朋友 但是下半年呢 在什么时候比较好一点呢 农历八月过后 哦 恭喜你啦 还总是有转运期啦 哦 那网路认识的呢 如果你不熟悉的朋友就不要 如果靠同学亲友介绍的 反而比较好一点哦 嗯 那所以呢 呃 不是太熟悉的人呢 千万不能只看外的哦 好不好 那就说你今年呢 呃 比较难找到好的良缘 那就做做朋友吧 好不好 所以一般的朋友就好 哦 你就不要太 啊 意想天开 想说 我可能会找到真命天使或天理 没有机会 啊 对不起 那运气好的人就比较有机会啦 也不是每一个运气都那么不好啦 对不对 哦 啊 但是这些生肖呢 基本上来讲 属猪的朋友呢 在2018年 就会转好运哦 没有关系哦 慢慢的就会有脾气太太现象 好 那如果是24跟84年次出生的朋友们呢 24年次已经很老了 年纪大的人就是家里的事情特别多 钱财总是不够用 好 你的小孩天天来借钱 因为你今天有破财运啦 好 小孩说赚钱不够啦 然后 那月光足了 还没到 他越终以后就开始跟你伸手要钱了 你把钱看守一点 看好一点 因为那是你的老本啊 好不好 你要在老的时候要花的钱啊 你知道吗 我常常看到一些朋友啊 或者来找我的客户 他好不容易存一笔钱 然后 老大说要干嘛 他就把钱借给他 儿子啦 先生也不在了 就把钱都借给小孩 惨了 小孩投资失利 然后做股票失利 每天就跟他伸手要钱 好工作呢 也不是很努力啦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呢 在这个时候 你要固守你的一些钱财 好不好 财库不好 万一这些小孩真的是 他运气也不好 他又不是太孝顺 你怎么办 他不会养你啊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也是这样子 要不到钱他回来打打杀杀的 阿公阿嬷也一样啦 爸妈也一样啦 被小孩揍啊 哎呦 真是 不孝子一大堆啊 现在 真的要特别注意 那你就要把钱顾好 所以有钱的时候呢 不要给太多 万一他真的没钱吃饭 就帮忙他一下 但是呢 如果他不努力工作 你就不能天天供应他那些钱财了 好那84年次的朋友 现在已经二三四岁了 面临工作职场的压力了 好 大学毕业以后 有什么办法呢 你要 你要继续升学呢 还是要去工作呢 这 这个时候是你一个人生新的抉择 好 这么新的抉择呢 你要怎么样处理你的问题 84年次的朋友是几岁呢 二十三四岁 刚好面临的是要继续升学呢 或者是出国念书呢 或者要去工作呢 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你自己要决定好 今年的决定 总是不是那么的对 你会忽然间 一直要求爸妈说 我要出国念书 爸妈没钱呢 怎么办 先工作吧 好吧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子呢 跟爸妈起冲突 好吧 你要体谅爸妈的状况 好吧 拜托一下 不要这样子 那三六跟九十五年次的 三六跟九十五年次的 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呢 三六三六年次的 今年要特别注意意外自在 心血管疾病啦 或者小痛啦 手痛啦 好吧 那这个特别注意啦 属猪的朋友呢 那如果是九十六年次的 现在是十几岁哦 十一二岁面临呢 要升学哦 念国中了 那还有你交往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哦 那就是给这些属猪的朋友 在今年呢 你比较容易交到坏朋友 要特别小心哦 好不好 那我想呢 2017年的下半年呢 你会慢慢的转好运 你只要注意这些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去疾病凶 那当然 真一老师也希望呢 很快的呢 可以让你们好运到哦 你们如果在YouTube上面呢 要帮老师做按赞哦 然后按点阅哦 然后呢 还有按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呢 对真一老师的支持 希望呢 带给你们好运气